15 耶稣成全了律法 所以现在典章 这个是恩典 律例没有减少 律例典章没有减少 这是恩典 不再是佳话促进 所以律法的概念没有搞清楚 律法是什么 律法分类什么 耶稣来成全废去 这是下一节课要讲的 自由和发展 但同时很多的负面贪污腐败 如何看待律法 耶稣向他最悪 耶稣向他更大的 概念混淆 这个总混淆 你要谈基督徒 就谈基督徒 重生的人 神的恩典临到他 在恩典时代 不意味着不信的人 也在恩典里面 只有基督徒 才在恩典里面 所以治理他们的律 不一样了 在基督之外的人 仍然在那种 定罪里面 黑暗里面 律法的恐吓 勒住他们这个 欲丸的心的状态 不要把基督徒的恩典的作为 乱用在非基督徒身上 这种概念的混淆 这就是学神学的重要性 你这样问问题的话 也暴露了你的思想的混乱 这就是成长的过程 也不必要太羞愧 好好整理一下 就是我们过去用的一些词 不够严谨 概念比较混淆 透过这样的时候 暴露出来了 就借着这个机会 彻底的去改掉它 从那中私省为 同意 甚至通知 Miyon 字幕提供